记住啊现在全世界经济 1929年还是一战之后的世界 到现在的八次到十一次的大中小的经济危机 它都有三个现象 所有经济危机的来之前 主要是股市债市所有的经济繁荣到最高点 然后就往下调整 调整再返回 返回叫什么虚假的熊市 熊市夸出来出来出来 牛市假牛市又来了 熊市几个调整以后 你看插上去插插插回 回来个假羊 然后插到底 这次的经济危机是直线垂落 一定是这结局的 一定是这结局的 一定是的 而且是我们人生当中 几乎是永远没有想象过会那样的情况 绝对比当年 我们在中国最火最穷最糟糕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还要糟糕 就经济危机就是全球性的